大家好,我是娟娟,很高兴你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来对大家勾这一款玫瑰花的座垫 这款座垫主要是有两个配色 一个是粉色系,一个是黄色系 配色都非常的清新,淡雅 在我们的家中摆放几款这样的座垫 又会为我们的家增添一丝不一样的风采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视频教程 这款玫瑰花座垫主要是采用了一个渐变色的方法 颜色你可以自己搭配的 这款座垫也非常适合新手妈妈来勾的 勾法非常简单 大家看一下,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一部分是由下面的底座,先勾这样一个底片 然后勾好以后我们在底片上面 再把勾好的小花瓣相嵌在上面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的一款座垫,非常适合新手姐妹来勾 好,接下来我们来正式教大家来勾一下 好,接下来呢,我先从下面这个底片呢,教大家来勾 我们下面的底片呢,我们先来起针 大家看一下起针的方法 用手指这样绕一个线圈 然后呢,右手拿下来 然后左手这样拿着就可以了 然后两个手指把线夹住 勾针从线圈里面穿过去 把线勾过来 勾过来以后呢,首先我们需要把线呢 在这个上面给它固定一下 给它固定一下 我们用勾针把线勾住 拉过来 固定好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从圆里面勾长针的 勾长针之前呢,我们先勾三个变子针 作为长针的起立针 也是作为第一针长针来存在的 我们先勾一下 变子针,三个变子针 用勾针把线勾住 直接拉过来 一个变子针 两个变子针 三个变子针 好了,勾好这三个变子针了 它是作为长针的起立针 也是作为第一针长针存在的 虽然是一针假的,对吧 但是它也是作为一针长针的 接下来呢,我们要在这个圆里面 给它勾上15个长针 15个长针 也就是三个变子针算一针 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它勾上14针就可以了 再给它勾上14针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长针的勾法 大家看一下 用勾针把线先挽住 然后呢,从这个圆里面 穿进去 把线勾出来 勾出来以后呢,这两根线呢 要拉到和这个三个变子针 大概相同的高度就可以了 拉到相同的高度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给它并针 一定要和它等同的高度就可以了 一定要注意拉到相同的高度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用勾针 把线勾住,先把前面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把前面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好了,这时候勾针上面又有两个线圈 对不对 再把这两个线圈再拉线并在一起 这样呢,我们第一个长针就勾好了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前面勾的三个变子针 第一针,对吧 后面是一个长针 长针勾好以后,上面有一个双层变子针的针眼的 我们把这第一个长针,真正的长针上方的这个 双层变子针眼的部分呢,做上一个标记 每一个长针勾好以后,上面都有这样一个双层变子针的 好,接下来呢,我们在这圆里面再给它勾上 13个长针 13个长针,我们来勾一下 从这圆里面来勾 拉线,然后并线 然后呢,再一次并线 就这样给它勾长针 加上最开始那三个变子针呢 我们总共是勾上15针的长针就可以了 虽然我们最开始的三个变子针是一针假的长针,对吧 但是呢,它往往是作为就是一个长针来存在的 在这里也是一样 它是作为一针长针来存在的 好,勾好以后我们可以数一下的 好,正好是15针 那么勾好这15针以后呢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 最开始的线尾,那线尾的部分 用力拉,给它拉紧,给它拉紧 拉紧以后呢,接下来呢 我们就给它 手尾相接 我们不是在这第一个真正的长针上面的 辫子针的地方做了标记了吗 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地方 给它穿针,进行手尾相连就可以了 从这个地方给它进行穿针 给它手尾相连 把键扣可以给它拿掉了 从第一个长针上方的这个辫子针里面 圈针,把键拉过来 直接带过后边这个线圈 把前面这个线圈带过后边这个线圈 这一针叫做引拔针 好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这后面的线尾拉紧 这一圈勾好以后呢 我们总共是有15个长针 15个针眼的 15个双层辫子针的针眼 我们最后一针连接的这个引拔针的这个地方 它也是会出现一个双层的辫子针的这个针眼的 它也是算作是这15针里面的一针的 因为它勾好以后 正好就落在了我们这三个辫子针上面 正好就落在了我们这三个辫子针上面 所以总共是15个长针 15个双层辫子针的针眼就对了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第二圈 第二圈呢我们就需要给它加针了 首先呢我们先给它勾上三个辫子针 三个辫子针 勾好的这三个辫子针呢 它是和第一圈的这个三个辫子针上下是对应的 上下是对应的 相当于就是说这个辫子针是从这个引拔针针眼里面出来的 大家记住哈 相当于是从第15针的引拔针里面出来的 接下来呢我们要这一圈要加针的 就是说每一个针眼里面我们要给它勾出两针的长针来 每一个针眼里面出来两针 第一个针眼里面出来两针 第二个针眼里面出来两针 按照这个方法把这一圈勾好 这个三个辫子针是从下面的这个最后一个引拔针里面出来的 这个前面这个针眼呢是我们的第一个针眼 大家记住第一个针眼里面同时勾出两针 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一圈15个针眼对吧 辫子针相当于是从第15个的这个引拔针里面出来的就可以了 它这个地方也是要给它同时勾出两个长针的 它算作一针最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给它补上一针就可以了 三个辫子针呢相当于是最后一个针眼里面的一个长针 我们最后呢给它勾过来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再给它补上一个长针就可以了 所以呢暂时呢我们就先不用管它 不用管它 总之呢它是作为最后一个针眼里面的一个长针 我们每一个针眼里面要勾两针对吧 所以呢最后一个针眼呢我们再把这一圈都给它这样勾过来以后 这一圈勾过来以后我们在最后的这个引拔针里面再给它补上一个长针就可以了 所以呢我们先不用管它 直接在后面的第一个针眼里面先给它同时勾出两个长针 第二圈我们是要加针的 每一个针眼里面都给它勾出两个针 我们先在第一个真正的长针上方的针眼里面给它做上标记 每一圈都是在第一个真正的长针上面做标记 然后呢还是在第一个针眼里面再勾出一个长针 好了又勾出来了对吧 第一个针眼里面出了两针 接下来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这一圈都是给它勾出两针来 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一圈勾好以后呢就会由原来的15个长针变为30个长针 每一个针眼里面给它勾上 两个长针 刚才给大家解释了半天就是一直在解释这个我们最开始勾的那三个变子针 相当于是从最后的一个这一圈最后的一个针眼里面 就是最后的那个也就是第一圈的我们的引拔针出来的那个线圈 从那个地方勾出来的一个长针 我们最后呢这一圈给它勾过来以后呢 我们在最后一针眼里面再给它补上一个长针 就可以了就相当于是我们最后一针眼呢也是出来了两个长针 对吧就给它对应了 一直勾到最后的这里 第14针给它勾好 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个最后的一针了 就是我们第一圈的引拔针出来的那个线圈 这个辫子针算一针对吧 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第15针里面再给它勾上一个长针 这样的话呢最后一个针眼也就相当于出来了两个长针 对吧虽然有一针是假的 但是呢也要算上一针 那么这一圈勾好了是30个长针 然后呢我们在做标记的这个第一个真正的长针的这个针眼上面 穿针给它进行收尾相接 我们这样给它进行收尾相接 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引拔针的这个线圈 落在这个三个辫子针上面 那么我们这第二圈就勾好了 对吧30个长针 30个针眼 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第三圈 还是先勾三个辫子针 这三个辫子针呢它也是算作是一个长针 也就是说从最后一个针眼里面出来的一个长针 然后接下来我们第三圈加针的方法呢是 隔一针加一针隔一针加一针 就是说呢隔的一针一针呢我们就勾一个 然后加一针呢我们就是勾两个 然后隔开一针加一针隔开一针加一针 这样按照这个方法呢勾这样一整圈就可以了 然后呢就是说呢我们这三个辫子针呢 它就相当于是从最后一个针眼里面出来的 对吧 如果最后我们是需要加针的话呢 我们就还在最后的这个针眼里面 再给它补上一针就可以了 就这个意思 三个辫子针呢永远是作为最后一个针眼里面 出来的一针长针 大家记住最后一个针眼里面出来的一个长针 我们可以先不用管它 就从第一个针眼里面先勾一针 就隔开一针 然后呢从第二个针眼里面加针 就隔开一针加一针 隔开一针加一针 这样来勾 我们来勾一下 第一个针眼里面 我们先勾一个长针 同样的方法 把第一个长针做上标记 然后呢第二个针眼里面 我们给它勾上两针 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第三个里面不加 第四个里面加 然后第五个里面不加 第六个里面加 就这样按照就隔一针加一针 隔一针加一针 把这一整圈给它勾好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 我们最开始第一针呢没有加针 对吧 没有加针 所以呢我们最后的这一个针眼 肯定是需要加针的 那么我们在最后一个针眼里面 就给它补上一针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勾了三个别的针 它算是 它算是其中的一针的 对吧 再补上一针 好接下来呢 我们按这个方法呢 把这第三圈给它勾好 隔开一针 然后呢加一针 隔开一针 然后呢加一针 按这个方法来勾 这一圈勾好以后呢 我们也是 嗯 加了15针 总的针数呢 给它加了15针 其实每一圈勾好以后呢 总的针数都是给它加上15针 那么我们这个第三圈就给它 按这个方法来勾 其实以后呢 我们就有规律了 第四圈呢 我们就是 隔开两针 加一次针 第五圈呢 我们就是隔开三针 加一次针 第六圈呢 我们就是隔开四针 加一次针 就这样 以此类推就可以了 就是每多勾一圈呢 我们隔开的针数呢 就给它多隔开一针 就行了 最后一针呢 它因为我们最开始都是先 给它隔开针数 然后呢 再给它 进行加针 所以呢 我们最后的那个 呃 一个针眼里面 必须要给它再补上一针 才可以的 都是按这个方法呢 往上勾就行了 我们先把这个第三圈 给它勾好 一直往上加针 通过我们的加针呢 我们这个圆片呢 会慢慢的扩大 一直就是勾到 你所需要的这个大小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样品呢 是勾了17圈左右 17圈左右 大概呢 直径是40到42厘米 因为每个人手法松拟不同 所以这个长度呢 是多少有些区别的 一直勾到最后的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针眼呢 是不加针的 然后呢 到了我们最后的这个针眼了 对吧 我们需要加针 因为我们的第一针呢 是没有加针 对吧 第二针呢 我们才是加针的 我们正好呢 就是这个地方 也是需要按照 加一针隔一针 加一针隔一针的方法 对吧 加一针隔一针 加一针隔一针 所以呢 到最后这个针眼呢 我们也是需要给它 再补上一针 我们有一个辫子针了 在这个针眼里面 再补上一针 这个地方就等于是加针了 对吧 前面这一针也是不加针 正好这个地方 就给它赶上 该加针了 所以我们在 最后的这个引八针 这个针眼里面 再给它补上一针 最后这个针眼 等于是给它加针了 对吧 我们最开始的三个辫子针 就是从最后一个针眼里面 出来的 再补上一针 这个地方就等于是 加针了 出来两针 对吧 这是两针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手尾相接一下 把接口拿掉 从这个 长针上方针眼里面穿针 勾一个引八针 连接好就可以了 第三圈就勾好了 好了 以后呢 我们就按照这样的一个 加针方法和规律来勾就可以了 我们第三圈是隔的一针 对吧 接下来第四圈 我们隔两针 第五圈呢 我们就给它隔开三针 第六圈隔开四针 第七圈呢 隔开五针 就这样以此类推往上来勾就可以了 每多勾一圈呢 我们隔开的帧数呢 就给它 多加上一针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隔开的帧数 就是由隔开一针 到隔开两针 到隔开三针 到隔开四针 五针 就这样一直勾 勾到你需要的这个底片的大小就可以了 就慢慢的给它往上加针 就行了 非常简单的一个规律 就是说了隔开的帧数呢 由一针变为两针 由三针变为四针 就这样慢慢的依次递增就行了 我们最开始的这个地方 都是给它 先把隔开的帧数 给它勾起来就行了 像我们在勾的时候是第四圈 我们先勾三个变子针 这个地方也要说一下的 这三个变子针 它永远是从最后的这个针眼里面出来的 最后这个针眼呢 我们永远是需要给它加上一针的 所以最后一个针眼 我们需要最后呢 再给它补上一针 为什么说我们最后这个针眼 永远是需要加针的呢 因为呢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地方 前面都是说先给它 隔开一针两针 甚至三针 对吧 先把隔开的帧数给它勾好了 所以最后的这个针眼的地方 肯定是需要再给它补上一针 需要给它加针的 大家记住就可以了 就是说我们三个变子针 永远是出自最后一个针眼 最后一针眼呢 最后永远需要给它补上一针 第四圈呢 我们是给它隔开两针 加一针 第一针呢 给它做上标记 然后呢 再给它加 隔开一针 再给它隔开一针 隔开两针了 然后呢 我们加针 其实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加针的这个地方 它是有规律的 它永远就是说 从上一圈的 加针的 这两针的 左边的这一针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是加了一针 对吧 左边的这一针 对应的这个针眼呢 给它进行加针 就可以了 对吧 因为 像我们再勾下一圈的时候呢 我们就从这个针眼上面加针 都是从左边的 这一针上面进行加针的 上一圈 呃 加针的 左边的这一针 加针 前面都是隔开的针数 它非常有规律的 都是在这个地方 进行的加针 好了 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呢 给它勾下去 把这第四圈 给它勾好 就可以了 隔开两针 加一次针 好了 我们就按这个方法 和规律呢 就这样一直 勾下去就可以了 对吧 呃 你所需要这个底片呢 如果需要大一些呢 你就给它勾 多勾上两圈 如果需要小一些呢 你就可以少勾上两圈 我们那个 最开始看到的那个样品呢 我们是给它勾上 17圈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今天呢 就把这个单元片呢 呃 下面的底片呢 给它勾成这样一个大小 就可以了 因为方法是一样的 对吧 你想勾多大 你就按照这个方法呢 就一直往上勾就可以了 我们最开始呢 那个样片呢 是呃 勾到17行 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勾一个模拟 模拟版的这个 玫瑰花坐垫 教大家来 这个 教大家这个方法 我们这个是勾了 6行 对吧 我们是隔了 4针 那么接下来就是 隔5针 隔6针 隔7针 对吧 一次往上内推 往上勾就可以了 我们今天就勾6圈了 就在这停止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线呢 给它呃 最后的这个地方 给它处理一下了 你再勾到最后一圈的时候呢 也这样来弄就可以了 把线可以这样拉过来 然后呢 我们这个勾针 从这个第一个长针针眼里面 从后往前穿过来 从后往前这样穿过来 把线勾住 拉过去 拉过去以后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根线尾呢 是从这个线圈里面出来的 从这个线圈里面出来的 所以就还从这个线圈里面穿针 从后往前穿过来 把线勾住 拉过去 好了 这样的话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边缘部分就完整了 也看不出是从哪里 呃 呃 开始的 从哪里结束的 对吧 都是小辫子 一个花形 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 我们这个底片就完成了 我们再把这个线尾呢 在这个反面的部分呢 给它这样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给它处理一下 打一个线结 然后呢 长的部分呢 可以给它呃 直接剪断 也可以这样 先给它勾上几针 藏几下 然后再给它剪 给它这样拉过来 然后呢 再剪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底片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好了 我们那个最下面的那个底片呢 教给大家怎么来勾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这个底片上部的这个花瓣部分的勾法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上面的花瓣呢 它是呃 分布的很有规律的 我们是勾好以后呢 再镶嵌在底片上面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花瓣呢 呃 最中心的 这个就相当于是第一圈和第二圈的这一部分 这两部分的大小是一样的 这两部分大小是一样的 呃 这两圈的那个花瓣呢 属于是小花瓣 属于是小花瓣 然后呢 呃 就是说从第三圈开始 从第三圈开始呢 我们这个都是大花瓣了 从第三圈到一直到最后的呃 这几圈都是大花瓣 勾法是一样的 然后呢 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个数呢 花瓣的个数呢 也是有规律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第一圈呢 是一个 第一圈是一个 然后第二圈呢 是三个 是三个花瓣 第三圈呢 是五个花瓣 第四圈呢 是八个花瓣 第五圈呢 是十一个花瓣 第六圈呢 是十五个花瓣 然后呢 从第六圈开始呢 每多加一圈呢 你就给它多加上五个花瓣 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我们第七圈呢 是二十个花瓣 第八圈呢 我们是二十五个花瓣 对吧 第九圈是三十个 然后呢 第十圈呢 是三十五个花瓣 就可以了 这个个数呢 大家把它记清楚就行 那么我们这个 也说清楚了 就是说 每一圈是有多个花瓣 然后呢 就是前三圈呢 前两圈的花瓣 大小呢 是一样的 从第三圈开始呢 这花瓣 到第十圈的花瓣呢 是一样大小的 前两圈是一般大 然后第三圈的 第十圈 是一般大的 然后呢 我们的颜色 也是有要求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前五圈呢 都是说呢 是这个比较深的一个颜色 后面几圈呢 是一个比较浅的一个颜色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勾一下花瓣的部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勾一下 最中间的那个单个的花瓣 首先呢 我们先 挽一个小小的线圈 拉小一点 勾针穿进去 这个并不算是一针辫子针的哈 它只是一个线圈而已 我们先勾好三个辫子针 好了 然后呢 在第三针上面 做上标记 第三针上面 做上标记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给它 勾上 两个辫子针 再给它勾上 两个辫子针 好了 勾好以后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从我们 做标记的这个 第三个辫子针的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穿针 给它勾出 三个长针来 从这个地方 勾出三个长针来 从我们做标记的 第三针的辫子针上面 穿针 穿这个单层线圈就可以的 穿这个单层线圈 我们从这个地方穿针 挑单层线圈 勾出三个长针 长针的勾法 前面已经交过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直接勾了 一针 两针 这是两针 三针勾好了 勾好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把 第二个辫子针 控开 控开 从第一个辫子针 在这个地方穿针 从第一个辫子针 这个单层线圈里面穿进去 再给它勾出 三个长针来 再给它勾出三个长针来 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就等于是 有六个长针 对不对 六个长针 好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第二行 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 我们往回 这样翻过来 我们就从这个 它紧挨的这个 第一个长针的 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我们给它勾出一个 中长针来 中长针 我们看一下 中长针的勾法 那么我们再勾的时候 直接穿针的这个针眼 就改为这双层的了 双层的了 不再是这个单层的 都是调这双层线圈就可以了 六个长针 上面都分别对应的 这个双层的辫子针 好了 接下来 我们在 第一个针眼里面 挽住线 也是同样的挽住线 在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把线拉出来 大家看一下 有三个线圈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把这三个线圈 同时拉线 并在一起 这就是一针中长针的 这个就是一针中长针 我们把这三个线圈 同时拉线 给它并针 并在一起 长针呢 我们是需要并两次 而中长针呢 我们就是说直接拉线 把三个线圈并一起 那么这是一针中长针 好了 中间的四个长针针眼 这四针 大家看一下 每一个针眼里面 我都给它勾上两个长针就可以了 勾上两个长针 那么最后的一个针眼 我们是给它勾出 一个中长针来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一头一尾呢 我们是勾中长针 中间四个针眼呢 我们是勾长针 而且呢 就是说勾两个长针 好了 然后下一个针眼再勾出两个长针 接下来 第三个针眼 勾出两个长针 中间的第四个针眼 再勾出两个长针 好了 最后的一个针眼 最后的一个针眼的地方 这个针眼 大家看一下 我们是在这一个针眼里面 再给它勾出一个中长针来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我们一头一尾呢 是中长针 中间呢 是长针 并且是双缝的长针 我们来勾一下 再给我一个中长针 好了 那么我们再把线 这样给它拉过来 我们最中心的这个小花瓣就完成了 非常简单的 把线给它剪断 稍微留长一个线位 因为后期要钉在这个底片上面的 最中心的这个地方就完成了 我们前面说过的 我们最中心的这个单个的花瓣 和第二圈的那个三个的花瓣 勾法呢 是完全一样的 也是这样一个勾法 只不过呢 我们那个第二圈的三个花瓣呢 我们是给它三个连在一起的 我们来勾一下 首先呢 我们也是需要先给它这样 挽一个线圈 然后呢 勾三个变子针 同样的方法 在第三针上面做上标记 好了 然后接下来勾两个变子针 然后呢 往回勾 在第三针的变子针上面 做标记的这一针上面 挑这个单层线圈作为针眼 勾出三个长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好了 勾好以后中间隔开一个变子针 从第一个变子针上面穿针 再勾出三个长针 这个地方的 第二圈的第一个花瓣 它和这个单层的花瓣 勾法是完全一样的 勾好这三个长针以后呢 我们还是给它往回勾 勾第二个层 勾一个变子针 反过来 在第一个长针针眼里面 我们勾上一个中长针 然后呢 中间的四个针眼 还是一样 每个针眼里面勾两个长针 其实不光这个一样 就包括一会儿我们在 接下来再勾的这个 第二个第三个 勾法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给大家看一下 中间连接的这个 部分就是怎么样 是把这三个花瓣 连接在一起的 我们把中间的这四个长针针眼 分别勾上两针 然后呢 最后的一个长针针眼 我们给它勾上一个中长针 那么第二圈的第一个花瓣就完成了 对吧 接下来我们要勾第二个花瓣了 我们不能剪断线的 这三个花瓣是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呢 我们怎么来勾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勾一个变子针 这个变子针是作为 就第一个花瓣和第二个花瓣 连接的那一针变子针的 所以它不算在内 接下来我们就还是勾三个变子针 在第三针上面 我们可以给它做上标记 后面重复的这一部分就又成了 就是说重复勾一个新的花瓣的一个过程了 第三针上面做上标记 然后呢 勾两个变子针 然后呢 往回勾 在第三针上面呢 也是给它穿针 勾上 三个长针 方法呢 是全部都是一样一样的 勾三个长针 好了 勾好三个长针以后呢 也是中间给它控开一个针眼 从第一个针眼的部分穿针哈 从第一个针眼的部分穿针 那么我们作为连接的那一个变子针 不算在内的 一定要注意 因为我们勾好第一个花瓣以后呢 先勾了一个变子针 这个变子针之前说过 它是作为第一个花瓣和第二个花瓣连接的那一针 它这一针呢不能算作是我们后来勾的这三个变子针以内的 好了 我们又勾好了三个长针 对吧 我们这个 一定要记住这个变子针是作为连接的那一针 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再勾一个变子针 然后呢 勾第二行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所有两侧是中长针 中间呢 是八个长针 通过这一点呢 大家应该能够看明白 就是说两个花瓣之间的连接是怎么连接呢 就是说中间勾一个变子针 连接就可以了 勾好一个变子针以后呢 接下来就 还是按照勾一个花瓣的方法呢 再勾出一个新的花瓣来就行了 就这样的一个方法 和规律 然后呢 我们最后的一个针眼里面再勾上一个中长针 好 大家看一下 那么我们这两个花瓣就连接在一起了 通过中间的一针变子针就连接在一起了 对吧 下一个呢 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连接 也是勾一个就是一个变子针 就可以了 这个变子针呢 是作为第二个和第三个花瓣之间的连接的那一针 这一针不算的 另勾三个变子针 然后呢 从第三个上面可以给它做上标记 如果你熟了的话呢 就不用做标记 都可以的 对吧 我们还是给它做上 新手姐妹呢 给它做上比较好 然后呢 再勾 两个变子针 回过头 在第三针上面 勾三个长针 好了 中间隔开一个变子针 从第一针上面再勾上三个变 好了 第一行就算勾好了 勾一个变子针往回勾 先一个是这个中长针 然后中间部分呢 是八个长针 中间部分呢 是八个长针 然后呢 最后一针呢 是一个中长针 就对了 那么我们 第二圈的 这个第三个花瓣就完成了 把线拉过来 拉长一点 留长一点线 因为后期要用这根线呢 把这个三个花瓣呢 给它 钉在 就是我们那个下面的底片上面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这样给它摆成一个 花的一个形状 对吧 给它钉在上面就可以了 我们第二圈就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 从第三圈开始呢 我们就 这花瓣呢 要变大一些了 要变大一些了 同样的就是说呢 第三圈呢 我们是五个花瓣 给它连接在一起的 五个花瓣 给它连接在一起的 勾法其实差不多 只不过就是说呢 帧数呢 变多了 花瓣要变大一些 第三圈呢 也是五个连接在一起 我们来具体勾一下 我们也是 给它先挽出 这样一个线圈 勾针穿进去 把这线圈拉小 然后呢 我们勾五个变子针 我们这个大花瓣呢 是勾五个变子针 好了 勾好这五个变子针 我们在 第五针上面做上标记 然后呢 我们再勾两个变子针 勾好两个变子针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呢 在我们做标记的 这个第五针的 这个针牙里面 给它勾上三个长针 我们这个地方 是勾了五个变子针 对吧 小花瓣呢 我们是勾三个变子针 就可以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 第五针的这个变子针里面 同时勾出 三个长针来 做标记的 这个第五针里面 同时勾出 三个长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好了 接下来 控开 第四个针牙 从第三个针牙里面 穿针 再勾出 三个长针 再勾出 三个长针 两针 三针 好了 接下来 再控开一个针牙 从这个第一针的针牙里面 再勾出一个 再勾出三个长针 第三针 给它勾好 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说呢 我们第一行勾好以后呢 是九个长针 对吧 我们的小花瓣 勾好以后呢 是六个长针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大花瓣呢 比小花瓣 其实就是多了三个长针 多了三个长针 好了 接下来 我们开始勾第二圈 第二行 我们勾一个辫子针 往回勾 勾法也是一样的 在第一个针牙里面 我们勾出一个 中长针 好了 中间的这七个针牙 中间的七个针牙 因为我们是九个长针嘛 对吧 一头一尾呢 我们都是 给它勾上中长针 最后一针 也是勾中长针 中间七个针牙呢 我们分别勾长针 在每一个针牙里面 勾两个针的长针 勾法呢 和小花瓣的勾法呢 基本上是雷同的 就是说那个 呃 针数呢 是增加了 就是把它变大了而已 我们先把中间的 这个七针 给它勾好 每一个针牙里面 勾两个长针 每一个针牙里面勾两个长针 好了 最后的一个针牙里面 也是给它勾上一个中长针 那么我们这个呃 第三层的花瓣的 第一个花瓣就完成了 对吧 这个大花瓣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勾第二个花瓣 那么第一个和第二个之间需要连接 需要连接的话呢 方法是一样的 也是需要勾一个变子针 连接就可以了 勾好这一个变子针以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再勾正式开始勾第二个花瓣 第二花瓣开始也是勾五个变子针 那么这五个变子针呢 是第二个花瓣的部分 就可以了 在第五这上面做样标记 也就是说呢 从第三层花瓣开始呢 我们就都是呃 变成了大花瓣了 呃 第三层呢 我们是五个花瓣 对吧 然后第四层呢 是八个花瓣 第五层呢 是十一个花瓣 第六层呢 是十五个花瓣 那么从第六层开始呢 就是说呃 以后的每一层都是多加五个花瓣 就可以了 就是说第七层呢 是二十个 第八层是二十五个 第九层是三十个 第十层是三十五个 那么从第三层到第十层 这花瓣 都是这个大花瓣的勾法 就是连接方法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都是勾这个五针的变子针 来勾这样大花瓣就可以了 只不过每一层的花瓣的个数呢 是不一样的 对吧 呃 就是说我们第三层呢 我们就给它勾五个 第四层呢 勾八个 那么每一个连接方法都是一样的 就是按照这个方法呢 把第三层的这个 五个花瓣勾好 呃 第四层的八个花瓣勾好 第五层的十一个花瓣勾好 对吧 就是这五个花瓣是连在一起的 八个花瓣是连在一起的 十一个花瓣是连在一起的 对吧 十五个花瓣是连在一起的 就这样呢 把这一层一层的花瓣 全部给它勾好 勾总共呢 勾十层 对吧 花瓣的个数呢 是不一样的 勾法都是这样一个勾法 每一个花瓣呢 就是两层 对吧 第二层呢 我们就是说呢 一头一尾呢 是这个中长针 一头一尾呢 是中长针 先勾一个中长针 然后中间部分呢 是长针 并且是每一个针眼里面 出来两个长针 每一个针眼里面 出来两个长针 这个就是我们大花瓣的勾法 连接呢 就是通过一个辫子针 进行连接就行了 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呢 把我们的十层花瓣 给它勾出来就行了 每一层是多少个 每一层是多少个 我之前呢 已经给姐妹们说过了 大家可以拿笔记一下 对吧 记好以后呢 就按这个方法呢 把这一层一层的花瓣呢 全部给它勾出来就行了 好了 我们第二个花瓣勾好了 再勾一个辫子针 接着勾第三个花瓣 你需要几个花瓣就可以了 你需要几个花瓣连在一起呢 你就给它 一直让它勾好 勾完整就可以了 就按这个方法来勾就行了 这是我们第三层花瓣的第三个花瓣 需要四个你就勾四个 需要五个就勾五个 对吧 需要六个就勾六个 需要几个勾几个 方法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就是想还把这个坐垫勾大了 你就还是勾大 接着往上勾就行了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勾的呢 是这个 第三层的花瓣 对吧 从第三层开始呢 这个都是大花瓣了 都是大花瓣了 都是五针的辫子针 第三层是五个 第四层呢 是这个八个 第五层是十一个 第六层呢 是十五个花瓣 这样连在一起的 然后呢 从第六层开始呢 后面的每一层呢 都是比前面的 多上五个花瓣就可以了 后面的每一层 就是比前面一层 多上五个花瓣 一直到第十层呢 总共是第35个花瓣就可以了 就是说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呢 把我们这个十层的花瓣呢 全部给它勾好 对吧 前面两层呢 是小花瓣 前面两层是小花瓣 是三针的一个帧数 从第三层开始呢 是五针的一个帧数 对吧 都是大花瓣 比前面大一点 第四层都是一样的 对吧 都是这样一个大花瓣 五针的一个变子针 我们就按照刚才说给您的帧数呢 就要一直勾 把这十层花瓣呢 全部给它勾好就可以了 全部给它勾好 勾好以后呢 我们就是说呢 再把它镶嵌在我们这个底片上面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前面五层呢 就是是一个颜色 前面五层都是深层的这样一个颜色 深的一个这样一个颜色 从第六层开始呢 是一个浅的一个颜色 就可以了 颜色是这样搭配出来的 好了 接下来姐妹们就按照我刚才说给您的方法 把这十层花瓣呢 依次给它勾好就行了 勾好以后呢 接下来我再教姐妹们如何把这花片镶嵌在这个底片上面 好了 今天呢 我们就 呃 勾一个塑小版的一个玫瑰花坐垫 教大家 呃 就是说把我们勾好的这个花片呢 如何盯在下面这个底片上面 我们来 教大家来盯一下 我们这个三个的花瓣和这一个的花瓣 我们都给它盯在第一圈的这个位置 第一圈的这个位置 我们来盯一下 我们先把三个的盯起来 那么钉花片比较容易的 就是说呢 我们按照一个压一个的方法 大家看一下 把这三个花瓣一个压一个的方法 钉在第一圈的这个位置就行 简单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们之前预留的一根线呢 我们穿在这个大头针上面 就把这个 最开始起针的 那三针 对吧 我们都给它盯在这个片上面就行了 只要就是说你想办法把它固定在 这个下面的底片上面 而且就是说一个压一个的这个形式 给它这样盯起来就可以的 只要就是说 你看起来 哎 这个花片是好看的 是漂亮的 就行 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吧 都可以的 底片穿一针 然后上面穿过来 就这样给它盯在一起 盯在第一圈的位置 然后呢 这个地方再穿一针 重点是什么呢 在钉的时候 一定要就是两个花片 显尽的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是这样给它压在一起的 一个花 一个花 一个花瓣压着一个花瓣 这个也是 压住它 压住它 按照一定的顺序 对吧 你压着我 我压着你 这样给它形成一个 就是挺紧密的一个状态 层层的花瓣 就这种感觉 对吧 一层一层的 然后呢 把这两片呢 也是要给它压起来的 我们就是在每一个花瓣的 最下边的这个地方 穿针 我们这个最中间的这个 三个的花瓣和一个的花瓣 我们就是 起的三针的辫子针 对吧 我们就在那三针辫子针 最下端的那个地方 给它穿针 固定在一起 就这样一个形式 然后呢 单个的这个花瓣呢 我们就给它钉在最中间 我们这样给它 缝一下 对折一下 我们可以就是说呢 接着用这根线 直接把这个 单层的花瓣 缝在中心 我们可以线在这个地方 固定一下 给它钉好 这根线呢 我们可以就用不到的 我们可以把这线 给它剪断了 直接呢 就是说呢 用我们 刚才的一根线 直接钉在一起就可以了 我们这样给它 对折一下 从中间的这个地方 穿针一下 穿过去 穿在这个最中间 把这线尾呢 全部藏起来 藏到里面去 给它把第一个 这个单层的花瓣呢 给它缝在最中间的这个位置 这样穿针过来 只要给它盯住 就没有问题的 可以给它多固定上两针 然后呢 我们把线尾呢 可以穿到后面去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前面两层呢 就给它钉好了 把线尾呢 绑一下 固定一下 好了 我们前面两层花瓣呢 就给它 钉在这个底片上面了 对吧 接下来我们来连接第三层 第三层呢 我们就是给它 钉在我们的这个 第二圈的这个 长针的这个位置 钉在第二圈的 长针的位置 对吧 我们就 钉在第二圈的 长针的位置 我们钉的时候呢 也是按照一个花片 一个花瓣 压着一个花瓣的 这样一个方法 依次给它这样 摆放开 摆放开 对吧 就这样形成一个形式 非常好看的 一个压一个的 方法 是这样一个方法 给它钉起来就行 再给大家简单看一下 只要你找准位置 对吧 找准位置 找对方法 钉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 下面穿一针 对吧 然后上面穿一针 怎么好看 怎么来钉 重点是呢 就是说把这个 呃 花片呢 两个 两个 这样给它 重叠在一起 就这样 给它转圈的 把这个地方 全部给它缝起来 钉在下面 这个底片上面就行了 把我们勾好的 这十层花片 对吧 十层的花瓣部分 全部给它钉 在这个下面 这个底片上面 全部给它钉上 钉好以后呢 我们这个 呃 玫瑰花做垫 就算彻底完成了 还是这句话 姐妹们在 呃 勾这款做垫的时候呢 有遇到编织问题的话呢 可以过来找我的 可以加我的私人微信 涓涓CZ 也可以 直接到屏幕右下角的这个 涓涓编织 毛线材料包店里面 去直接询问客服 都可以的 还可以在我们的 微博微信上 给我们留言 嗯 如果大家想直接购买 材料包的话呢 可以直接去屏幕 右下角的这个 呃 绝编编织 毛线材料包店里面 去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材料包呢 设置的非常的方便 实惠 我们这个线呢 材质是选用的 非常好的 棉线的材质 所以呢 呃 使用起来呢 是更加的 亲肤 柔软的 我们就把这个 第一 三圈呢 缝在下面底座的 第二圈的厂针上面 就这样 依照顺序 对吧 一个压一个的 这个方法 给它盯起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最后顶好以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线呢穿到后面 穿到后面再给它锁一下针 我们这个第三层花瓣就顶好了 对吧 按照这个方法就给它顶好了 一个压一个的这个方法 就这样都这样给它钉起来就行了 然后在反面呢也是给它锁一下针 固定一下 给它这样多穿上几针 就可以剪断了 那么我们这个第三层花瓣就给它连接好了 接下来我们在连接这个花片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锁了我们是隔开一行连接一行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前面第三行是占用的第二行的长针 对吧 接下来我们在连接第四行花瓣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第三行的这个长针呢要给它错开 错开第三行从第四行上面连接 然后错开第五行从第六行上面连接 就是我们隔开一行长针从前面这一行长针上面给它进行连接了 这样一个方法 大家记住隔开一行从后面这一行长针进行连接 也就是说呢 我们再连接这个是前面三行连接好了 对吧 占用了这个第二行的这个长针了 接下来我们再连接第四行的花瓣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中间的给它隔开一行长针隔开一行长针 从这个呃不从这个第三行的这个呃长针上面连接了 我们从第四行的长针上面连接就行了 就下面这个底盘部分我们在连接的时候呢 是隔一行长针连接上一圈的这个花瓣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第四层花瓣呢 我们不在第三行长针上面 我们从第四行长针上面进行连接就可以了 对吧 下一圈也是空开一行 从这一行第六行上面连接就行了 就是说呢 我们嗯 空开一行给它连接一行 空开一行连接一行 大家记住就可以了 按照这个方法和规律来连接 从这个第四圈的这个花瓣部分呢 就按这个方法来连接 这个底盘部分呢 是隔开一圈长针连一次 隔开一圈长针连一次就行了 就按这个方法和规律呢 我们把剩下的这个呃 花瓣部分呢 就是全部按照这个方法呢 一个花瓣压一个花瓣的方法 呃给它钉在你所勾好的这个大的这个呃 底座上面底片上面就可以了 今天呢我们就是给大家呃 勾了一个缩小版的模拟版的一个花呃 这样一个底环坐垫对吧 虽然小但是说呢 方法和这个细节部分呢 已经全部都交给大家了 呃 你就把它扩大开来就可以了 重点呢 就是说没有什么区别的 都是一样的 呃 那么大家就按照我们之前教给大家的方法呢 把这底片勾好 花片勾好 然后给它连接在这个呃 底片上面 我们这个坐垫呢 就算彻底完成了 好 今天呢 我们这个视频 录制到这里呢 就要结束了 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好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